大家好,我是文睿 今天咱们把目光投向韩国 最近在韩国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情 引起了很多关注 咱们来仔细聊一聊 聊之前我还是想回应一些观众的留言 这留言大致的意思就是说 文睿,你现在怎么不聊习近平下台这个事 你怎么不聊了呢 你是不是也觉得你自己说的话 已经无法实现了 你是不是也觉得很没有信心了 所以你也不敢说这个事情了 也觉得很没面子,很不好意思了 怎么说呢 其实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 我还是坚持习近平会下台 这么长时间了吧 几个月时间 其实我观察到一个特点 就是什么呢 习近平他的状态 他的权力状态 从表面上看 就从这些新闻联播 人民日报 他的状态总是起起伏伏 一会儿从这些媒体 从这些事情当中 你会感觉到好像习近平权力很大 一会儿就感觉到他的权力 好像又缩着很多 总是像政权曲线一样 起起伏伏 但是整体大趋势呢 我觉得他的权力还是在往下走 所以说这个事情 还有将近半个多月左右时间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二十大就结束了 中间我相信还会发生很多事情 那么我还会根据我以往的这种风格 就是根据咱们都能看到的 发生的这些事 我给大家来分析 起码到目前为止 我还是相信习近平会下去的 好 咱们这个书归正传 这两天在韩国发生一个什么事呢 就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事 就是说韩国总统尹序 前段时间到美国 就在纽约和拜登见面以后 他就是下来以后 就是从前的台子上下来以后 跟他的一些官员 就说了一段话 那么这段话 就是到底他说了什么 到现在其实也不是很清楚的 不是到底他说什么不知道 反正就是有媒体是这么报道的 主要就是在大的媒体当中 这个MBC 韩国的三大电视台之一 MBC 他报道了这个事情 然后还加了字幕 就是他说 他自己也说 他是转载的 但是起码 我在我印象当中 韩国的这些大媒体当中 他是首先报道的 他说尹靴说的是什么呢 尹靴说的那种 翻译成汉语 就是美国的这些国会语言们 如果不同意的话 拜登会很丢脸 那怎么办呢 但是这里头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 尹靴说的 强调的是美国的国会议员 但是他把国会议员拿掉 把这个议员拿掉 放了一个就是在韩国 大家都知道的一个骂人的话 这我就不学了 我为了做媒体 我不想传播这种东西 反正就是放了一个骂人的话 就是美国的国会的这些骂人的话 然后他们如果不答应的话 不同意的话 拜登会很丢脸 那这怎么办 这是MBC他们报道的一个情况 但是就是说 韩国总统府完全否定这一点 他们总统府否定就说 我们第一 我们没有说美国的国会语言 第二 我们也没提拜登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这句话 这句话其实如果说MBC说的是对的 那么这个事情它是很严重的 首先你就是骂人 你作为一个总统 你不论是骂谁 反正你这骂人 这也太有失国格了 第二 那你要是骂的是美国国会议员的话 那这个事情很麻烦的 而且第三 这里面他这句话体现出 好像他觉得拜登好像权力很弱 而且跟国会还有矛盾 就是给人这种感觉是非常不好的 总之双方各执一词 然后我也仔细去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我的韩国语听力还可以 然后我仔细去反复看这个视频 我的最后得出的结论 我的感觉是介于两者之间 就是他骂人的这个词会听得不清楚 我听不清楚 我是没有听清楚 但是后边说的这个拜登 我觉得好像他说的是拜登 这是以我的 这个韩国语好像也不是非常强的状态 我听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现在就产生了很大的争执 然后韩国的总统府 觉得这个事情很大 然后他就要求MBC的社长 发了一个公函要求你说明 就说你是如何确认我说的话 是按照你们的意思说的 而且你们字幕都上上了 专家都听不清楚 我说的到底是什么 你们把字幕都放上去了 那你是怎么回事 然后韩国总统府就觉得 你这是造假 对吧 你这是假的 字幕也都是假的 你就是在引导舆论 你来过来说明一下 对不对 你们是取证的过程当中 对吧 你们是怎么做了 都采取什么样的步骤 如果你们不能说清楚的话 那从韩国总统府的角度来看 那你们就是 对吧 在损坏国家的利益 在损害这个中美 美韩同盟 那么你们 你是要向你们问责了 就是这么一种说法 那么MBC电视台的说法 就是说 这个事情不仅仅我们报道了 而我们也不是说 投一次 投一份报道了 很多已经在网络里面流传开了 然后国外也有这个媒体报道 我们是转载 然后过来以后 韩国其他的媒体都转载 为什么 你就老找我呢 就这么一个说法 而且他说 还说什么 就是说你作为国家总统 你直接向这个一个 就是说电视台发公函 要求说明 这个事情对我们是一种打压 对吧 你就是在限制韩国的言论自由 是吧 你这样做是不合适的 等等了 总之现在双方也都不推仗 这个事情的进展 还要进一步去看 中间还发生一个什么事 就是韩国总统的一个发言人 他说 说韩国总统说的不是美国的国会 是说的韩国的国会 因为一般他说韩国会 他会说国会 他说美国的国会 他会说议会 那人说 那你不管说谁 你说谁 你也不能骂人 反正是中间有这么一个起伏 反正现在韩国总统府的 明确的说法就是 总统没这么说 你们就是在做假新闻 你们就是在编造字幕 然后引导错误引导舆论 然后MBC主张就是 我们就是转载的 我们就是这么报道的 这是我们新闻言论的自由 等等 这个事情 走到当下这个局面当中 我感觉整体上 尹虚越也是挺尴尬的 人家也问他说 那你到底说啥了 你就说说 你到底在那现场说什么 他现在通过 他也好 我看新闻报道 他好像也说 记不太清楚了 所以这个事情 进一步让尹虚越在 他的位置上 显得很尴尬 对吧 这几个月尹虚越干下来 好像 大家对他的印象 谁知道呢 就是 比如说从我的角度来看吧 其实当时我投了他一票 我对他的期待还是挺高的 到目前为止 对他期待还是很高 因为他刚做嘛 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 你短短从他几个月当中 你也看不出来啥 可能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 但有一件事情呢 我觉得哈 我是这样想 就是说 美国的国会众院的议长 佩洛西到韩国的时候 你没见面 我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吧 你没见面 那么 中国的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 这个栗战书到韩国了 你和他见面了 这个事情 当时让我就觉得有一些 这个怎么说呢 反正是 给人感觉不太好吧 是吧 同样 虽然中国的人大 他也算不上是 政治扮演议会 但起码从表面上 他俩的职位是一样的 是不是 这个事情吧 就是让我对他 有一些想法吧 当然我对他还是有期望 往后再看一看 他会是什么情况吧 总之韩国 现在目前的这个处境吧 本来现在就是说 大家都在战队吧 在亚洲的话 日本和台湾 已经很明确 占美国这一年 韩国呢 还是要见于其处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又传出了 好像是疑似 你是在骂别人的 这种视频 真的是好像 使局势变得不太好 但是韩国的这种 见于其处的这种状态吧 他也不是说 一天两天形成的 就是从历史上吧 就是一直是在这么做 不仅仅是韩国 你看北韩 他也是这个样子 他就是利用大国之间的 这种博弈和矛盾 从中间的自己获取利益 或者是获得自己的 这种生存空间 我这里不是说 给韩国辩解 他就是有形成的 一种历史性格 我觉得 他遇到事 一遇到事 他就想这么做 但是现在 我觉得整个 国际局势变化 已经特别大了 反正是谁 跟北京站在一起 谁跟中共站在一起 可能就会很麻烦 我也不知道 韩国政府 是不是非常清晰的 认识到这一点了 反正整体上 韩国政府需要 有一个非常明确的 表态了 我觉得 但是针对这次 尹续越说的这番话 我看美国这边 好像也没什么 我觉得西方人 可能是对这些事情 可是并不是很在意 可能是 我看美国副总统 也到韩国了 反正这个事情的 后续结果 咱们再看 如果有什么 特别大的变化的话 我再看看 能不能有机会 再跟大家说一下 好 这集聊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